狐狸为了赚钱养家 不得已在满是肉食动物的圈子里卖饮料 结果却碰到了吃霸王餐的 不但吃了他的饮料 连狐狸本身也没能幸免 在这满是肉食动物的世界里 狐狸因为祖先的胡作非为 导致现在臭名昭著 于是他冒着被吃掉的风险在这所写字楼里卖饮料 就为了有一天能赚过钱回老家 顺便找回失散多年的弟弟 毕竟城市的套路太多了 这天他再一次准备了丰富的饮料准备出发 结果发热期居然提前了 做生意的最重要的就是诚信 于是狐狸忍着身体的不是来到一栋大楼里送货 由于是发热期 每走一步狐狸都很难受 于是停下来手动解决了一下 结果还没结束就听见了奇怪的声音 抬头看过去并没有发现什么 正准备继续的时候奇怪的声音再次传来 这一次狐狸抬头看见了一个冰冷的眼神 吓得他瞬间不难受了 战战兢兢的送完货后 狐狸逃进了厕所 解开衣服就开启手动模式 他得赶紧解决完 等下还要去送货 果然在一次出现的狐狸精神焕发了 但是这一层楼的气氛好像是不对劲 结果就看见一个衣冠楚楚的人朝他走来 吓得狐狸转身就跑 结果没跑两步就被抓到 对方在得知他卖的饮料后 拿着饮料就让狐狸去他的办公室 我要亲自品尝一下他的效果 你最好祈祷一下他真的有用 不得不说 韩国的老公们已经连动物世界都不放过了 小狐狸欠了一屁股的债 这回屁股真的要保不住了吧 因为太过煎熬就顺手解决了一下 结果一不小心就被别人看见了他的小狐狸 匆忙逃跑的狐狸跑到洗手间继续 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刚才的人是谁 当他容光焕发的再次搬砖时 一个看起来不好惹的家伙堵住了他 狐狸以为要挨打了 结果男人居然摸了摸他的耳朵 奇怪他到底是什么物种 狐狸夹紧了尾巴瑟瑟发抖 结果男人居然对他手里的饮料感兴趣 他也想尝尝时效28小时的饮料是什么味道 但是却要狐狸为官 狐狸就觉得他以后的财路要断了 男人看了一眼说明书 发现饮料貌似不赖 虽然喝了一口后味道也挺好 狐狸眼瞅着男人喝下了饮料 当下就开始不停的冒冷汗 这玩意儿要在合适的时候喝才行 目测这家伙的块头应该在20分钟后起效 所以他要在这期间逃走 结果不等他逃跑就被男人的话吓住了 要是敢逃跑你就死定了 接着就朝狐狸伸出手 狐狸小心翼翼的把手递过去 还以为男人要笑发作了 结果男人却要拉着他去饰品监督局 毕竟这喝了饮料就火烧火了的感觉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为了不让自己的大肠包小肠 小狐狸拼命卖饮料赚钱 大肠虽然是暂时保住了 但是却有了生命危险 上级说到小狐狸在大楼里卖饮料 被从天而降的大壮带倒了 还顺了小狐狸一瓶饮料 在小狐狸看来 大壮已经很可怕了 再喝了饮料岂不是要更恐怖 小狐狸瞄着墙上的时间 开始计划着逃跑路线 谁知大壮却要跟他握手言和 小狐狸半信半疑地伸出手 结果大壮就要拉他去饰品监督局交罚款 理由是这饮料的配方来路不明 本来就赚不了几个钱 小狐狸吓得抵死不从 只能将配方说出来 但是大壮必须要保守秘密 小狐狸的动作很显然让大壮不高兴了 空气瞬间就变得压抑起来 如果我是你的话 会乖乖地听话 你的主人是谁 但凡是我在的地方都有你 你是如何得知我的行踪和爱好的 熟悉的瞳孔和阴森森的表情 小狐狸瞬间就觉得肯定是在哪里见过 但是为什么他的话他一点也听不懂呢 什么叫他鬼鬼祟祟的 他明明是正大光明地进来的 不过看大壮不像是好故弄的人 只好将自己发热气的事情说了出来 果然大壮有一瞬间的愣神 小狐狸趁着大壮发呆的空荡百米冲刺地逃了出去 因为他再不逃走的话 那家伙等下估计会失控 就在他三步并坐两步飞奔的时候 果梗上突然就出现一只大手 你究竟给我吃了什么东西 男人本是一头上股神兽 却两次栽在了一只狐狸的手里 男人发誓再见到狐狸一定要爆炒狐狸的大肠 上级说到狐狸得到机会就拼命地逃跑 结果没跑两步就被大壮被抓住了 吓得他直接晕了过去 大壮就觉得目前的情况很糟糕 之前派去找线索的豹子哥也回来了 虽然豹子看着目标人物在老板的怀里 再看看老板腰部以下的突出 尽管狐狸是老板的菜 但是这样的菜吃了可能会消化不良 原来大壮有个要治他于死地的哥哥 在听说了大壮的喜好后 就频频地用各种手段暗害他 显然此刻的狐狸成了他的枪 尽管大壮已经要血管爆裂 还是得让豹子哥好好看守 临走时还嘱咐豹子不能把人弄丢了 结果豹子转个身的功夫 狐狸就逃走了 得知消息的大壮怒火中烧 但是查阅了很多资料都没有狐狸的信息 这家伙居然在他的手里逃脱 大壮保证下次见面一定要他好看 一时间心情不好就电闪雷鸣的 原来大壮是一头上古神兽 因为被吓了诅咒 情绪波动直接影响天气变化 而这个时候他的好大哥 更是不凑巧地打电话过来 我送的礼物你喜欢吗 毕竟这次的狐狸可是真的狐狸 大壮本来就怀疑狐狸是大哥派来的 这下直接实锤了 所以被他逮到的话就死定了 这把总做直升机来接老婆的画面 是不是超带感 不过大壮不是来接老婆的 而是来抓老婆的 毕竟这只狐狸让他好找 上级说到狐狸在豹子哥的面前逃走后 回家就睡了一个美容觉 想着睡一觉继续开工的 结果睡醒后一个订单也没有 难道大壮真的把自己举报了 而他的发热期居然还没有过去 不就是碰了一点点那个啥 这个时候这么难受 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安慰他 脑海里突然就出现了大壮的身影 匆忙自己解决一发后 狐狸准备让脑子清醒一下 毕竟他现在随时有可能发热 结果他刚进厕所就听见巨大的声响 而此时的房顶上 大壮开车直升机来了 看了一眼破败的房子 大壮一脸的嫌弃 一进门就看见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狐狸被吓得缩成一团 本来大壮还想着吓唬一下狐狸的 结果听到声音的狐狸直接弹起来 好巧不巧的掉进了大壮的怀里 小狐狸主动投怀送抱 大壮觉得不如生米煮成熟饭 既如了狐狸的心 也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但是狐狸的理解就是答应他继续买饮料 结果大壮脱口而出的话吓得他菊花一紧 下一秒直接拒绝了 他的第一次可是要跟喜欢的人一起的 大壮觉得这些话就是对他的无视 要知道他可是没有人不喜欢的 挣扎的时候 玉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掉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 陷入恋爱中的霸总追老婆就是不一样 不但开着直升机去找老婆 还给老婆亮了一路绿灯 毕竟老婆老婆好他才能更好 街上及狐狸因为和大壮交流了一晚上 直接导致送货不及时 第二天的狐狸开始担心客户不要货了怎么办 本来他们狐狸就有坐监饭客的先例 壮着胆子狐狸推开了办公区的门 热情的跟大家打招呼 但是大家好像是都看不见他一样 这时小组长过来寒暄 辛苦你来一趟了 以后如果生病了的话可以改天再来 不急于一时的 狐狸觉得是他多虑了 果然大家都是好人 结果却突然冒出来一个人 你果然能力很强 该不会就是用这张脸迷惑了老板的儿子吧 一时间狐狸棱在原地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都知道你们狐狸不择手段 果然传言不假 狐狸也想不到 为什么他会知道他和大壮的事 下一秒闹事的人 就被组长叫到一旁让他闭嘴 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狐狸也准备前往下一层楼 不过这件事应该不会有人知道才是 该不会是大壮自己说出去的吧 思索间就到了大壮的办公区 小声的在门口说外卖到了 结果大壮的助理突然现身 老板说让你不要站着了直接进去吧 不过却好心的告诉他 大壮没有耐心脾气也不好 刚打开门就看见大壮 亲爱的你来了 亲爱的是谁 我吗 当然是你了亲爱的 狐狸紧张地拿出饮料 袋子我就不留下了 因为还有用 老婆不为所动 大壮直接拉近距离 亲爱的你是不想看见我的脸吗 难道睡过一次就要抛弃我吗 狐狸害羞地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 转身就想走 大壮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下一秒耳朵上就感觉不对劲 只见狐狸的两个耳朵居然戴上了耳罩 上面居然还有大壮的标签 这是给你的礼物 以后来这里的时候就戴上吧 这可是作为公司职员的专属礼物 可以当成是这里的通行证 如果有人敢说让你不喜欢的话 可以直接让他滚蛋 要知道你可是我的官方小商贩 所以请继续加油吧 狐狸看了看大壮伸过来的手 他要加油干什么 做饮料还是什么 男人本是上古神兽 但是妈妈却告诉他不能随便使用辣椒 要不然就会生儿子没辣椒 为了后代着想 大壮很努力地守身如玉 但是同父异母的哥哥却趁虚而入 自同知道大壮对白狐狸情有独钟之后 时不时地就整几个狐狸来迷惑大壮 只要大壮乱来了 那么就会失去家族的掌舵权 为了夺权 哥哥可谓是非常卖力地在找狐狸 真的找不到 就找假的 颜色不行就染毛 样貌不行就整容 整得大壮花重金聘请了豹子哥当保镖 就是为了预防突如其来的狐狸 结果这天他居然遇到了一只真白虎 还不但清楚他的喜好 就连他的行动路线都一清二楚 爸总开直升机来抓老婆 老婆已经洗白白在等着了 至于接下来的内容 无疑就是大家想看的了 虽然狐狸不是很情愿 因为在他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不相担的人 另一种是喜欢的人 虽然大壮长得花枝乱颤 但是貌似还没有到喜欢 不过他也不会把梦里的事情 说出来就是了 不过要他被动地接受 跟陌生人打架 他还是挺抵触的 毕竟他还是新手 不过大壮貌似也没有经验 一个简单的case就脸红了 结果大壮居然提前做好了准备 他可是做了刮好了胡子过来的 虽然大壮是头一回 但是作为上位者 谁还没吃过猪肉呢 狐狸一抬头就被某个东西吓到了 赶紧用尾巴护住某个地方 大壮一把拽住尾巴 你也不想这个被折断吧 短处被大壮拿捏住 狐狸只能认劳人怨了 不过还是被大壮的大壮给吓一跳 虽然大壮很会宠老婆 知道要让老婆先 要不然直接来的话 狐狸估计会暴体吧 不过大壮的两根口条可是重点 不知道大家看见了没 爸总开直升机去抓老婆 不但成功吃到了老婆的水蜜桃 还治好了自己的大姨妈 经过一晚上的友好商讨后 第二天的狐狸迷迷糊糊的醒来 起床就发现被子已经换了 身上居然也香香的 生平头一次感受到被关怀的滋味 就是有点太短暂了 昨天因为发热没有做成生意 狐狸还很懊恼来着 结果就发现大壮居然跟他下了订单 而且还是大单 一时间狐狸觉得他的事业要步入巅峰了 大壮可真是他的福星 不但长得帅 就连辣椒都是别人比不过的 瞬间有精神的狐狸已经准备开展新业务了 另一头的大壮因为一晚上的商讨心情很好 结果助理却准备了破主的庆祝蛋糕 恭喜他家大壮成为真男人 他才不会承认他是小淑鸡的 虽然传闻中对他的描述有点夸张 比如有三个辣椒什么的 其实他只有两个 而且平时为了不吓坏对方 只会表现出一个 昨天可是大壮的首秀 激动的他差点就双管齐下了 大壮一边脸红一边回味 所以老板你难道没有哪里不舒服吗 毕竟你的大姨妈就要来了 每次要来大姨妈的时候你都会见红 而且还会暴躁地打人 大壮也突然发现自己的大姨妈好像是真的没有来 所以说这个狐狸是真的狐狸吧 没想到自己随便找的狐狸居然还治好了他的大姨妈 所以说什么时候再去见小狐狸呢 陷入恋爱中的男人就是不一样 光靠脑补就能够上演一场攻斗大戏了 不过如果让他知道狐狸去见了他大哥 估计会打翻簇钢吧 上集说到大壮为了让老婆开心 给了狐狸一个闲职 这颇天的富贵让狐狸一时间接受不了 要知道他才不要和大壮有牵扯 但是又说不出来拒绝的话 还有他什么时候成了他的亲爱的 难道是因为自己太穷好欺负吗 可是这家伙长得这么帅 他都说不出难听的话了 狐狸发誓下次见到大壮一定要说清楚 手机突然响了 接听后对方不是自己知道狐狸要找的人在哪 对方说出了狐狸弟弟的身份信息 所以说我要去哪里才能见到他 对方给了狐狸一个地址就挂了电话 狐狸就觉得他这么久的努力没有白费 而大壮这边也对狐狸展开了调查 对于狐狸的寻人启示 大壮想知道结果怎么样 结果助手告诉他目前没有查到 自从上次跟狐狸切磋之后 大壮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但是能让狐狸倾家荡产也要找的人 该不会是初恋吧 大壮瞬间就脑补了一下画面 这家伙肯定是跟狐狸有一腿 然后太扎将狐狸给甩了 再然后狐狸就开始四处找人 结果却遇见了大壮 两个人迅速陷入爱河后 渣男找来了 俗套的剧情让大壮觉得题材不错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小狐狸已经被人盯上了 众所周知老公就要从小培养 结果狐狸养着养着就挤养丢了 要知道他们两个可是相依为命 发誓要相伴终身的 结果为了养安德 狐狸是每天拼死拼活的搬砖 狐狸负责赚钱养家 安德负责貌美如花 结果某一天辛苦养的老公居然不见了 狐狸苟言惨喘的每天都在找他 终于某一天知情人提供了消息 沿着对方给的路线 狐狸到了约定的地方 对方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到狐狸 想着马上就能见到安德了 狐狸大着胆子上了车 请问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 这是资料 你先看一下 狐狸接过对方手里的文件打开 果然是他的小老公没错 但是资料显示这家伙受了很多委屈 现在被大佬赏识 派去国外发展了 所以你们让我见他的目的是什么 狐狸不傻 他知道无视献殷勤 飞奸击倒 想要见到他也无事不可以 片刻后狐狸拿着文件袋站在马路上 看着扬长而去的车 再看看手机里大众的信息 狐狸想起来刚才听到的话 如果你想找到安德的话 就要乖乖的听话 否则看到的有可能是他的尸体 果然开了婚的男人不但昏了头 甚至光靠脑补都能蹊跷流血 大壮给狐狸开了绿灯 结果却在公司里传开了 尤其是最近公司传闻越演越烈了 网站上更是将狐狸和大壮扒得干干净净 以至于员工们都不用上班 每天都在八卦大壮和狐狸 认真的样子就连豹子哥巡视都没有发现 要知道上班默狱被发现是会很惨的 但是大壮却有点不开心了 这网站上的内容说的也太夸张了吧 虽然他是被狐狸迷住了 但是狐狸貌似并没有说的那么论 所以你为什么不在网上维护你的老板王 暴走无情的拒绝 要知道你大哥可是每天都盯着你 虽然大壮很受宠 但是架不住有人虎视眈眈 如果让他知道大壮的大姨妈正常后 估计会加重对大壮的施压 而另一头的狐狸满脸的忧愁 他最近一直在看安德的信息 他一直希望失散后安德会好过一点 毕竟小时候的狐狸在路边捡到了冬眠的安德 那个时候开始两个人就发誓永远在一起 是彼此生命中唯一的家人 然而现在想要见到安德就要付出代价 狐狸想了很久终于明白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此刻的室外正下着雨 网络上的舆论越来越多 而始作俑者万万没想到他这次要踢到铁板 正想着怎么继续攻击狐狸的时候 身后突然就有人给他一击猛猎的撞击 来不及看清楚来人的脸 就被人一脚踩进水里 果然没有老婆在身边的日子 大壮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就连出门行侠仗义都能大姨妈提前 上集说到大壮和狐狸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 大壮为了点狐狸出气 直接就给始作俑者上了一课 结果就是因为自作孽提前来了大姨妈 所以你赶紧交代你到底做了什么 大壮想了想自己做过的事情 要不然还是好好地睡觉吧 但是助理豹子哥并不想放过他 你就直接说指使谁干得好 这个应该不用担心吧 豹子哥一个激动 所以该不会是你亲自动手的吧 我以为不会再来大姨妈了 就冲动了一把 谁知道结果会是这样的 豹子哥觉得他家大壮就是被恋爱冲昏了脑子 自从遇见狐狸之后 每天都像是丢了魂一样的发呆 无时无刻不再盯着手机 这次的行动貌似很严重 因为大壮已经开始幻化出真身了 就算是这样了还不停地念叨着要见狐狸 豹子决定先去将狐狸找来再说 结果一开门就被大壮的妈妈吓一跳 看着床上痛苦挣扎的大壮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事情 豹子只好将大壮跟狐狸发生了一切说了出来 顺便将大壮半夜袭击人家的事情提了一嘴 大壮妈妈一听满脸的心疼 医生颤颤巍巍的询问情况 她想知道大壮最近的饮食情况 毕竟现在的情况比之前好很多 询问是不是吃了什么大力丸 豹子仔细一回想 这段时间饮食没变 除了喝了狐狸的饮料 所以该不会是饮料里面有狐狸的液体了 逼时间在场的所以人都震惊了 所以照这个情况 下一集的狐狸是不是要一身解毒了 这集的狐狸要给大壮当解药了 不过看情况大壮是准备在医院里进行了 上集说到大壮病危 豹子哥紧急将狐狸抓了过来 看着病床上奇怪的大壮 狐狸不知道今天来这里的目的 他不过是一个小伤犯而已 所以他要不要趁大家都在忙的时候跑路 显然他没有了机会 大壮摸了摸发酸的手腕 好久不见了 狐狸被大壮脑袋上的脚给吓一跳 就像是行走的牛角包一样 所以我现在的样子很奇怪吗 拿刀不是 不过你生病的时候带着这个不会太累吗 那你要不要帮我拿下来 狐狸还真的伸出手朝大壮探去 结果却被大壮一把捧住脸颊 脸颊这么红 外面很冷啊 看你的嘴唇都裂开了 还行吧 也不是很冷 冬天本来就是这样的 大壮捧着狐狸的脸颊转了转 不等狐狸反应过来就亲了上去 一番品尝之后发现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于是换了个姿势更加深入了 搞不清楚状况的狐狸用力推开大壮 你在干什么 大壮抹了一把嘴角 虽然很仓促 但是还不够怎么办 所以这次要不就换你来吧 画面来到另一头 满是雪的大山里 大壮的哥哥二壮正跟人家打猎 结果看了一眼手机后就提出要离开 因为他有更重要的猎物要猎 抛下好友就直接骑马走了 这集的狐狸要在医院给大壮当解药了 只不过大壮已经不满足于隔靴搔痒了 于是询问狐狸能不能像那天一样给他的痛快 狐狸怀疑的看着大壮 没想到你居然喜欢这个 你这是在看不起我吗 要知道不是谁都可以的 隔靴搔痒只能缓解大壮的大姨妈 但是并不能去除 所以大壮又呈现虚弱的状态了 狐狸小心翼翼的 你没事吧 你刚才在门外听到我们的对话了吧 都已经知道了我的目的 为什么还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大壮已经想象出狐狸知道自己的重要性后 可以做出什么荒唐的事情了 与其让他那捏住自己 干脆囚禁起来好了 不过他好像是对漂亮的东西没有反抗 要不然还是放在身边好了 可是我没有偷听你们说话呀 虽然我是站在外面 但是你们说的什么我真的没听见 大壮看狐狸紧张的样子不像是说谎 应该还不知道自己的体液是解药 这样他就不用担心了 心情突然有了波动 外面也突然打起了雷 狐狸很奇怪 为什么每次跟大壮在一起总是打雷 那是因为心情不好 大壮虚弱的坐在床边 手上的鳞片都录了出来 你没事吧 这集的狐狸怕是要在医院当解药了 未来老公的病情看来挺严重的 就连手上的鳞片都录了出来 想到之前大壮亲了一下就好很多 牵手的话是不是也可以 于是伸出手 要牵手吗 大壮将狐狸的手放在脸颊上 一把就把狐狸抱了起来 别害怕就让我靠一会吧 片刻后大壮果然好很多 于是将自己的病情说了出来 作为上古神兽 他们从出生就携带这种病 而且这个病没有办法医治 只不过他的病情比较严重而已 狐狸见他说的有模有样 那你为什么要找我 小时候我每次发病的时候总是会做一个梦 梦里的他被绑在木头上焚烧 所有人都对他视而不见 只有一只白狐狸拿着水桶来救他 然而每当他梦见狐狸后 身体的疼痛就会消失 渐渐的他萌生了寻找那只狐狸的想法 因为我想知道狐狸是不是真的能帮我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狐狸 而且你的靠近真的会让我不再疼痛 但是我不是你要找的狐狸 没关系 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了 不过我有个问题想知道 你认识我哥哥一丹吗